新北市政府从104年开始推动友善田园区域计划 辅导农民从事友善耕作农法 今年特别跟台湾原住民族学院促进会合作 将计划推展到乌来地区 目前已经有31位农友加入友善耕作行列 面积从2.7公顷扩增到52.2公顷 新北市政府提供资产补助或土地媒合 但有农民指出若没有多元行销管道 农民最后只能自行吸收种植成本 建议让消费者直接进入到有机田园体验 采购友善农产品 带一些观光客或是说客人到我们原地这边 来看我们所种所做的这些有机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从这边就去采购或是去买 那对我们来讲就可能就比较方便 这样的方式 无意就是让消费者可以更能够接受到 包括像乌来这边的一些友善的农产品 让民众直接去了解他怎么来去做一些 重新一些耕作的一些使用 甚至了解他的一些耕作环境 新北市政府表示 未来规划把消费者前进友善田园 乌来地区处了因应世界农业潮流的改变 加上位置水源上游 为了维护土壤环境 从事有机农业发展的人逐渐增多 有些新闻虎数移故新北屋来采访报导